七八名少年急忙逃离现场 但没料到路口监视器清楚 还吓他们身影 18号晚上11点多 新北市新店金船砍人纠纷 警方到场后立刻拉起封锁线 现场血迹进满地 把附近居民给吓坏了 就看到救护都进了 以为是平常救护车 这才让跑进来了 突然紧张又跑来了 究竟什么样的纠纷才会分而砍人 当时两名少年从夜间部下课后 与一名同校的黄姓少年互干不顺眼 双方发生口角 黄姓少年先是离开现场 随后教唆七八名友人 想找两名当事人理论 没想到赌人过程中 却见到当事人朋友 二话不说上前砍人 造成无端被砍的陈姓少年 腹部刀伤十公分 右手拇指被砍断 嘴巴又穿刺伤 紧急被送医急救 看不顺眼发生口角理论 案发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 以迅速掌握犯嫌 目前埋伏茶器中 透过监视器影像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行凶少年行踪 将陆续传还盗案 离前事发原因 但就只为了互看不顺眼 竟然率众砍人 恶劣行为令人发指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是迅速成立专案的 好